发现城堡事件的多数伤患 正在进行后续复建 每日住家往返医疗院所的交通接驳和车资 都是成为伤患庞大的负担 新北市无障碍继承车队 皇冠大车队和福特六合汽车合作 提供伤患复建专车 作为医疗接送服务 并且补助伤患200元的车资 伤患者 他有时候比如说要出门救医 什么都不方便 有时候叫富康巴士 有时候叫不到车 那后来我们就OK 我们也想念这个 来共同来协助一下 大线城堡的这个补助 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事情 那当然除了提供一个宽敞 安全的一个车子之外 那我们也跟皇冠大车队 共同补助 出资补助这件这个活动 那这个我们记忆的理由 其实也就是一个关怀社会 社会服务的这个一个活动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能够更多的人能够来去参与 对于皇冠大车队与福特六合汽车的议举 新北市交通局王申威表示 感谢业者提供爱心交通接送服务 共享盛举 现场并且邀请商患和家属来致意 非常感谢皇冠车队有提供这样对于八件城报商友的一个协助 我想复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从住家到需要复健 做复健的一个意愿或者是机构的话 这一段的一个交通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 那同时间它在经费负担上也相当重 非常感谢皇冠车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也乐见其他车队或是其他民众 能够继续来支持这一个八件城报商业的一个复健 一天就等于来回这样就差不多十次吧 10趟大概400块左右 那您觉得有这样的补助的帮忙 就是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目前皇冠大车队在双北地区 居有227辆无障碍计程车提供服务 从即日起可接受登记预约 服务的对象是三天内用车的八仙城报商患者 并且服务的区域是为北北吉桃地区 让他们能够做好复健后 早日回到原本的生活 所谓天空吸管板桥报导